其实他是当救火队员 然后之后会怎么样 之前的三场比赛 北控的第一节得分都是过30的 所以他的开局会 外围的三分 没有命中 于家豪 前场篮板拿下来 篮下二次进攻得手 刘晓宇的急停中距离 他们可能无钱等等 换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的协防任务也会比较重一些 又是于家豪 二次进攻 掩护之后往下顺 菲尔德挑移的中距离 加击卡里克雄斯 给到第三点又是于家豪 刘晓宇的掩护 又是一个抢断 无钱转换进攻 张篮得手 张帆把人带开 打进打出 孟子凯有机会了 这时代守地手 给到卡里克雄斯 雄斯再去找于家豪 到篮下受到干扰 还是打击 回来之后张帆尝试三分 也没有命中 转换进攻 卡里克雄斯 大的机会 反过来到篮下 王子路打张帆 大打小 篮下 勾手打击 雄斯给到于家豪 于家豪是有三分的 三分命中 无钱 无钱绕着于家豪 没有出机会 再给到成帅棚 分球 很漂亮 导出了低脚的机会 卡里克雄斯 上线了双挡 利用于家豪的掩护 雄斯进去了 给宗宇晨一个身体对抗 小外援李乐 李乐在上场比赛 是拿到了33分 看一下极西 拿球就投 三分命中 看一下极西 面对无钱 这是刚刚提到的 他的地位进攻 怎么样 打出到外围 看一下宗宇晨 佩玲因为在赛季初期的时候 就已经在浙江队了 所以 李乐打成帅棚 利用速度 节奏有变 王子路在上场比赛 是进了33分的 长篮板点出来 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再给到篮下的佩玲 分球很耐心 王毅博在底角 雷吉佩玲 太大的差距了 佩玲是有三分能力的 这个必须得往上去扑一扑 转换当中3打2 有人数上的优势 张帆拿球就投 王毅博的中距离没有 连连亭带速度造成了犯规 小天 这没想到一块去啊 差点是队友抢到了队友 因为他能够用的人比较多 所以状态差的时候 会把承帅棚给换下去 又一个三分 得养一养 土导篮下之后 找到雷吉佩玲 上来之后 打的是比较稳的 再分球 给到45度角的承帅棚 又一个三分命中 水空真的不妙啊 第一节比赛是只拿到了20分 第二 王子路面对张帆 这是一个错位 转身过来打篮下 空切进来 又是张帆 上线脸护 卡里克琼斯 背后变相之后 要找队友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打到篮下 张帆到篮下 面对于家豪 脚步不错 断掉 李乐再来传球 连停 打到篮下 伦伦伯 再给到吴钱 用高位的掩护 看一下吴钱的三分怎么样 三分命中 三分命中率 这将接近70% 李燕婷这段时间 连续的得分 而且 直接是送到了 卡里克琼斯的手中 琼斯打到篮下 他上来之后 任务应该是 更加的简单一些 吴钱又一个三分 看一下李乐 怎么来处理 面对吴钱 又被断 李燕婷 点起了陆文博 篮下是宗宇晨 在防守当中 面对一些小个 他往外来扑得很凶 而且他的抢段数 防守当中 真的很容易 被浙江队给针对 三分命中 看一下菲尔德 能否继续发挥 给到外围 林燕婷 后撤步的三分 这个其实就刚刚讲到的 因为王子路 犯规的问题 所以换上了周一山 但是周一山 在防守强度上 跟这批主力 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的 孟子卡快速的复位 琼斯进来 再分给到于家豪 看一下于于家豪的中距离 一切之后 他的第一次得分 瑞宇晨之前进过一三分 再来进一个 在过去的2分50秒里面 打了一波是比二 卡里克琼斯 蹭不到 比较明显的身体对抗的话 他的稳定性非常高 到吴钱 吴钱带起速度来 前场有人数上的优势 乘帅棚 身前是菲尔德 菲尔德 飘移的中距离没有 张帆收下篮板 给到外围 孟子凯 三分命中 外围的八字 吴钱 大范围转移 看一下周一山的三分 琼斯的中距离 带动 菲尔德是必须得自己得分 得爽了 而且突破的感觉非常好 成帅棚 成帅棚这一下没有拿好 下半场比赛呢 跟上半场比赛相比啊 去不上 先是李乐的传球太大 其次张帆在防守当中 在进攻当中啊 看不到防守人 他包括之前在NBA的他都不一样 周一辰夏轩 双手暴力贯空 接着高位的掩护 这球是瑜伽豪往外弹 再给到外围的伤分 面对王一博 王一博拼得非常凶啊 联廷拿球就投三分命中 再分过来 孟子凯 打了四分钟就受伤 其实也就是面对防守球员 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边是李乐对抗当中打进 而且都是上了三十分的得分 第三节是二十三分 因为失误会比较多一些 联廷今天在防守当中也做得不错 刚刚是造了王一博一个进攻犯规 王一博再给到佩里 往里走 左手的上篮没问题 扣掉了 但是周一山没有控制好 林彦庭 确实这个比赛打得非常的出色 来看一下林彦庭 这一下确实非常的犀利 各位其实在联盟当中已经见识了非常多 菲尔德找到张帆 张帆是他习惯去到篮下的 菲尔德的空间会更大 但是菲尔德今天的效率并不高 这边是卡里克琼斯绕着余嘉豪在走 看不到篮框的 甚至篮板都不一定看得到 菲尔德利用节奏的变化 这篮下的余嘉豪收下进攻篮板球 再给到外围 这球被林彦庭给判断下来 承转鹏再来一个中距离 林彦庭同样是九中六 拿到了十四分 还有三个助攻三个抢断 打到篮下 这是一个错位大打小 选择了翻身跳投 因为有什么大问题 琼斯最后在场上压 无前有外线的威胁之后 想想办法把自己的手感给找回来 因为球队现在在封线上确实缺人 所以尽管说陆文博的身高 也不算是那种无尺寸的 哪怕是纵上一些犯规 五是一切的代价都愿意付出的 但是今天北控没有给人这样的感觉 加五 其实今天林彦庭70%的命中力 而且他在防守当中 他有抢断三次强东洋光耀 连续地会在面对浙江的球队 当然再打完 所以现在北控确实碰到了一些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